在短视频的平台上 拍摄家乡生活的博主 这个叫张同学火了 视频当中日常 这个闲适的乡村生活 也勾起了不少人的乡愁 那么在省城济南 有一位80后的雕塑师 他直接就搭建了一个 绣针版的张同学的家 咱们一块去看看去 熟悉的东北大炕 烤湖的梁行 老实日历 明星海报 这可不是在张同学的视频里 而是缩小了16倍的微型雕塑 出自一位济南80后雕塑师之手 我本身做的都是一些老宅子 基本上都是八九十年代的 而且张同学和我年龄 应该差不太多 差两三岁的样子 都有这个乡筹 那正好他这个也是 作为这个东北的 一个挺好的素材 我觉得是 有了这一想法 李易中就和朋友着手制作 因为张同学镜头闪得太快 所以只能根据 200多张截图进行搭建 耗时18天 将房间细节一一复刻 放了一些数据 下面这个是放一个录像机 放磁带的那种 然后这块是一些生活用品 牙缸 牙刷 还有梳子 还有T恤刀 这种 还有这个护肤品 像这样制作精细的摆件 房间内外有近200件 有一些甚至只有几毫米 这个是张同学将在一个微信地 这个里头是有一个碟片的 非常小 非常薄 30毫米这样 碟片是用的纸 因为这个比例的话 也只能用纸来做 这个小物件做了两三个小时 这个钥匙是我们这个模型里面 最小的了 大约一两毫米这样 这个是两把钥匙 它有那个芽嘛 有边缘线 就特别小 看不太轻 有时候像这样东西 这样他们想得用放纳镜照的 李毅中与雕塑结缘已有十年 大学毕业后 他开了一间雕塑工作室 真正开始做微雕 还是处于疫情时的一个契机 全新全意做的话 应该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是发了一个作品到抖音上 就一下子给火爆了 那个时候我才感觉 原来有那么多的人 和我有的共同的这种 相处的这种记忆 此后他专注复刻了 许多老民居 老建筑 让许多八年后 七年后 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家乡记忆 做的灰派建筑 安徽的一条老街 里边你们应该能看到 有理发店 还有包子铺啥的 这条老街一共是六户人家 里边也有一些坐一板凳 这个底下是有水井的 有台阶可以下来洗衣服 目前他已经完成了 近五十件老民居微雕 未来还计划要制作更多的 有地域特色的作品 我们这个年龄多的人 就是八十年代的 或者说七十年代的 他们都有这种乡筹 都想寻找自己童年 这种美好记忆 老房子这个可以作为 一个家庭文化传承的 也可以让自己的孩子 以后也看一看 我们小时候生活的一个环境 看着这些微雕的老民居呀 做的事栩栩如生 让人一下子就能想起 记忆当中老家的样子 让人勾起了乡筹 希望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大家